該館大拿零早期生涯發達 路船有三桌 阿彬哥桌 酒家桌 米露桌 後來因為生涯變化消息去 在地親人團隊大零後陰南華大海學生 設計實現該不會休息 大寶拿出大零 超過五十位民眾來參加 一直說是吃醋味 我覺得就是來這邊認識大零的話 這個是很好的遊戲 因為就是跟大學的傳播系連結 然後帶學生來 或當地人也可以來 其實因為我來這邊兩年了 其實我對這邊完全不熟 然後他們安排這個遊戲 其實很快就可以認識當地 遊戏當中 帶著地親早期特有的地點 路下 戲院中文化 讓遊戒可以軟入大零小行 並且透過遊戏當中的體制 找出早期香港的歷史 有一次校外參訪來到這邊 就覺得這邊一個點一個點 好像沒有什麼串聯性 所以就想說利用高中的時候 學過的這個Light Edge 然後把這個景點串起來 然後用個故事包裝起來 然後讓那個遊客不只可以聽導覽 也可以就是深入其境的方式 就是玩得更投入這樣 我們華台後 學生吳宇涵表戲 民眾才會遊戏 先來大拿到宿 竟然知道這條劍是一堂的雞蛋 原來有這麼多故事 其實我們在整個遊戲的過程中 我們包含有去茶室 我們現在有從老屋修建的地點嘛 那就是還有我們有去中藥店 因為其實人家都說慎虛嘛 然後去中藥店補一下 然後我們要顧眼睛 所以顧眼睛呢就是要去眼鏡店 那包含最後的影像 欸 包含我們去戲院 老戲院裡面 因為早期比較豐遍的年代 都是以戲院為主體 就是可以在裡面 關燈了之後 可以在裡面好好做人 對 就是戲院也是一個 非常有亮點的地方 那戲院結束之後 我們會帶大家到旅社來QK一下 就是把整個在這種特殊一點的 過程之中把它串連成一個遊戲 讓大家簡單的 透過半小時的時間去走讀一下我們大陵 那認識這個 這個在地性的文化也串連這個店家 大陵要欣賞經理周市場分享 透過的攝錄影 或是時間改賣的遊戲 可以讓大陵人 進到社會在地 UK的旗會條大陵 對地面的推動有這麼大的幫助 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因為地面的故事 怕一大陵 都會大陵 繼續煩賣家的完成報道